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呢 传来一阵铃声 当时啊 这个农民朋友呢 就以为是不是凉裤装的什么报警器啊 还是监控什么的呀 后来再一听啊 也不是 像是手机的声音 他呢 也感觉奇怪 这旁边也没人呢 哪来的手机铃声啊 诶 寻着这铃声啊 他就找 就发现旁边地上呢 扔着一个手机 他赶紧呢 就把手机接起来了 一接起来呢 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从一大早上打到现在了 你怎么才接手机啊 这一下子呀 把这个朋友也给弄懵了 哎呦 那什么 我不是那个 我是看旁边这手机就在地上扔着呢 我这才接起来的 这时候 对面这个女人才知道 哎呦 可能是出了事了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这女人呢 是一个拼车司机 老王的女朋友 老王呢 在那天凌晨两点的时候 早早的就到了待客点 他呢 天天都是跑晚活 每回都是两三点钟过去 到那之后啊 得等排号 都是按顺序排号排着谁 谁揽客人 老王为了多挣点钱 从来都是第一个去 这一天呢 老王运气还不错 才刚两点钟就有生意上门了 老王是满心的欢喜呀 可他哪想到啊 这个乘客即将带他走向的 是一条不归路啊 这天早上七点多 老王的女朋友刘某 就打老王的手机 因为暗往常啊 天一亮差不多就该回去了 可是左打右打 一直没人接听 打到将近十点 这才让那位农民朋友 接着了电话 挂断电话以后 刘某就意识到 这情况不对 所以赶紧联系老王的其他亲属 并且呢 报了警了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 立刻赶到了现场 可是周围什么也没有 民警脑海之中第一个疑问就是 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什么了 你说老王出事了吧 这旁边也没打斗痕迹 也没有血迹 什么也没有 可你要说没出事 他就是不想联系女朋友 一走了之 那顶多你是把电话卡扔了吧 你重新办张电话卡去 你不可能手机都不要了呀 民警呢 立刻就查询了老王的行车轨迹 据监控摄像头照片显示 凌晨2点21分 老王开的捷达车 正是往建安镇的方向 可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 是什么呀 凌晨呢 见谁开车 还把那个驾驶位置的遮阳板 给遮下来的呀 那么这辆车 在路过监控摄像头的时候 正好用那个遮阳板 就挡住驾驶员的脸了 通过询问得知 这老王啊 很瘦 身高1米85左右 体重也就是120斤 各位想想 120斤1米85 那瘦高挑啊 但是啊 在监控摄像头里 这个驾驶员 可不是这个身材 尽管说遮阳板挡着脸了 但是你会露出来肚子呀 一看就是比较胖的 这也就是说 开车的另有其人 那么老王在哪 那个开车的又是谁 家属啊 当时就跟警方说 老王身上呢 带有将近一万块钱的现金 是不是他遭遇了抢劫了呀 听友们听到这儿 该琢磨了 行啊 出去跑个车 身上都带一万块钱现金 这条件不错呀 其实啊 老王生活的很苦 他呢 是个低保护 也没存款 除了平时跑跑车呀 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因为条件并不好啊 生活的很窘困 所以有多少钱呢 他就感觉放到自己身上 是最安全的 有俩钱呢 就在手里边拿着 那难道是老王在拉活的时候 漏了财了 让人知道身上有钱了 凌晨两点去建安镇的路上 很少有车经过呀 那么会不会嫌疑人 是以某种借口 让老王靠边停车 然后实施了抢劫呢 老王此时此刻 还活没活着 这是重中之重啊 如果说他还活着 为什么既没报警 也没联系家人呢 警方通过前期收集到的 这些资料了解到的情况 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呢 就用命案侦破机制 对此案进行调查处理 老王接活的那个偏车点附近呢 是有监控录像的 通过调取这儿的监控录像 就能够看到 凌晨两点十分左右 一个身材很魁梧的 略微有点胖的男人 就上了老王的车 但是呢 他们没有立即出发 各位别忘了 这是拼车啊 一般都是得拼满四个人 这一车人满了 然后再走 如果说你不想等着其他人 我就想一个人坐这个车 那就得跟司机讲价钱呢 你得多给一点啊 所以呢 他会有个讲价的过程 通过视频能够看出来 老王呢 最终还是没等这车满员 肯定是商量好了价钱了 一分钟左右 这辆捷达就离开了现场 直到两点二十一分 这辆车才出现在了 去往建安方向的监控里面 可是当时开车的 已经不是老王了 而副驾驶的位置是空的 所以有可能老王这个时候 已经遇害了 前后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啊 而在两点二十一分的 监控录像里面 开车这人 是不是刚才上车 那个乘客 没有办法清晰的判断出来 有可能是他 也有可能是别人 反正有很多种可能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老王在车辆到达 这个监控卡口之前 就已经遭遇了不测 可奇怪的是什么呀 民警啊 对这段路程进行了侦查实验 从偏车点到这个监控录像这的距离 是十公里 你算上等红灯的时间 你就中间不耽搁啊 差不多也得开十二分钟 可是这辆车跑完这段路 只用了十一分钟啊 你就是马不停蹄啊 开着车往这赶 差不多也就将将够 那怎么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 还得去杀个人 再处理尸体呢 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呀 凶手在这短短十一分钟时间里 没有作案时间 不过老王人就是没有了 人间蒸发了 嫌疑人是怎么作案的呢 是用什么方法能让一个人在一瞬间就消失不见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细节啊 就是从偏车点到这个监控录像中间 我们刚才说的是算上等红灯的时间 差不多是十二分钟 也就是说中间是有红灯的 有没有可能是在等这信号灯的时候 把人杀死 然后扔到后座上 如果说老王啊 是躺着趴着也好啊 在后排座上 按照当时的监控条件 确实是看不到老王去哪了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同时啊 通过调阅更多的监控 发现这辆结达车 半个小时之后呢 又原路返回 再次经过了这个监控摄像头 那么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凶手又去了哪 又做了一些什么 咱们再来说 这个监控摄像头 到发现老王手机建安镇的那个地方 有多远呢 差不多开车 是行驶六分钟左右 也就是说 一来一回 需要十二分钟 除去来回的路程 嫌疑人 满打满算 还有十八分钟的时间 来处理尸体 十八分钟啊 两根烟的功夫啊 这时间够不够啊 如果说他真是用这十几分钟 把尸体就处理了 那么很明显 他来不及仔细的处理 顶多也就是就近 把尸体扔到哪了 随后开车就走 于是民警和家属啊 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进行了仔细的搜寻 结果一无所获 难道这嫌疑人早有预谋吗 事先已经找好了抛尸地点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因为你只有这样 你才能在十几分钟之内 把尸体彻底的隐藏好啊 同时民警啊 还在疑惑一个问题 如果说嫌疑人 经过了精心预谋了 那他为什么不把老王的手机一块埋了呢 你把手机一起埋了 大家不就更难发现了吗 随意的把手机扔在路边 这是什么意思啊 总之 现在还有太多太多的疑点 既然找不到老王的尸体 又没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是谁 现在最好寻找的 就是老王的这台接大车 作案之后 这嫌疑人呢 开着这辆结达 又返回了辽园市区 这让民警更加意外了 如果说啊 是抢劫求财的话 你抢完车 你得离辽园越远越好吧 你一直往北也好 你往南也好 你反正你得往一个方向 你得逃窜吧 你没有必要冒风险 你还回到辽园来啊 尽管说当时郊区啊 监控摄像头不多 但是市区里边 那满大街的都是监控摄像头啊 你只要来了 必然会暴露踪迹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民警继续查找这辆捷达车的踪迹 可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辆车 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你说在外边 没有那么好的监控条件的情况之下 老王失踪了 找不着了 人间蒸发了 这还能够解释 在辽园满大街的天网系统的监控之下 那么大一辆车也没了 哎呦 这可就让民警想不明白了呀 明显这嫌疑人是早有准备呀 民警啊 开始往其他的侦破思路上靠拢了 就怀疑老王的失踪 难道真的只是单纯的抢劫杀人案吗 看看这乘客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上这个车 通过调阅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这个乘客呀 是从拼车点马路对面 几百米远的一个小区里边走出来的 再通过视频追这个人 是从什么地方进的小区 发现这个人呢 是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的 凌晨2点05分 这个男的从停在路边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 在他右前方的红绿灯底下啊 那就是老王所在的那个拼车点 路旁边这小区呢 一共有四个出入口 凌晨2点06分 这男的从面包车上下来之后 从小区东侧的出入口进入了小区 进去之后啊 走着往右拐 直行又从小区的北口走了出来 随后继续右拐往东 穿过马路 这就是老王所在的那拼车点 通过我的讲述 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出来 还原出来那个路线 不是吧 这个行走路线就很奇怪 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因为这很明显 你从面包车上下来 你要想直接到拼车点坐车 很近 走几步就到了 但是他故意在这小区里边 绕了这么一圈 这才又绕到这来 民警还发现在此前的十分钟 这个人呢 一直是在面包车旁边活动 他下车的时候啊 拎着一个手提袋 这时候民警就怀疑 很可能这面包车不是他的 甚至啊 他不是坐面包车过来的 而是他在这面包车里偷东西 那真相是不是如此呢 民警啊 接着往前调阅录像 就发现呢 这个人的手提袋 不是从车上偷的 凌晨一点四十二分的时候 这个男的拎着这手提袋 从小区里走出来 很自然的上了车 而在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呢 这个男的更是反反复复的 上车下车 这车呢 反正他也不开啊 反正就上去了下来了 上去了下来了 也不知道这车里 到底有什么东西 现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这辆面包车就是他的 既然如此 那接下来又可以追踪这辆面包车了 10月11号晚上8点多 就看到这辆面包车呀 从人民大街 从北往南开了过来 停在了路边 随后这个男的一直在车上 待了将近半个小时 这才下车 这个人自己有车呀 你一拧钥匙开着就走啊 为什么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还要打老王的车呢 再加上他反反复复的 在这面包车上上上下下 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警方在看监控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个人呢 在这一次绕小区 到老王这个拼车点打车之前 还有一次进行了同样的动作 也是从面包车上下来 绕着小区绕到了拼车点啊 然后又回来 又上了面包车 最后才又下来 又绕一圈 到了老王那 那么这就摆明了 当时啊 这个人目标很明确 第一趟绕的时候 就是要看看老王的车 倒霉到哪 还有一个奇怪的点 这个人从面包车上下来 走路的时候啊 进这小区的时候 穿的是平时咱们经常穿的运动服 休闲裤 但是他在上老王车的时候 换了一身衣服了 穿的是一身迷彩服 摆明了这人是有备而来 这是有预谋的 专门盯着老王 那么他为什么要将老王置于死地呢 嫌疑人种种反常的行为 让民警就感觉 老王的遇害 应该不是单纯的抢劫杀人案了 通过查阅那么多的监控录像 发现嫌疑人在晚上八点 就把这车停在了路边了 他是在刻意等着老王 如果不是求财 各位 三种情况 除了为财杀人 还有什么 情杀 仇杀 甭管是情杀还是仇杀 都可以归结为一点 有矛盾 对吧 但是警方目前 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支撑他们两个 有矛盾这个结论 因为警方确定不了 嫌疑人的身份 问问家属吧 有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 有没有什么情感纠纷啊 有没有跟什么人结仇啊 都没有 也就是说不像是情杀 也不像是仇杀 还不是为财杀人 那为什么呀 这案件背后必有隐情啊 民警呢 在看监控录像的时候 注意了一个细节 这个男的 打老王的车的时候 是很自然的上的车 直到车辆开走 这期间都一切正常 如果说啊 咱们俩人认识 有深仇大恨 有矛盾 那么你上我这车 想打车走 我肯定不会拉你啊 难道说 老王并不认识凶手吗 咱们讲到这儿 听友们肯定 又有了想法了 这应该是雇凶杀人吧 哎 警察也这么想 后来警方了解到 有什么情况呢 这老王啊 一直在这个偏车点 附近趴活 他呢 算是在这趴活的司机里边 干的时间比较长的 所以呢 算是这些司机里边的 一个小头头 他呀 给这个偏车点立规矩 就所有人都得听他的 他挺嚣张跋扈啊 要说谁跟他不对付啊 或者说不服从他 这老王呢 就会使点路子 让这人呢 受点苦 这样的情况之下 说实话 容易得罪人 在调查中 民警还了解到 这偏车点 一共有十几个司机 平时遇上 谁家有红白喜事啊 他们就会凑在一起 打牌赌博 这里边赢钱最多的 就是老王 而输钱最多的 是一个叫张某的年轻人 张某呢 是从那年才开始 当拼车司机 出来乍到的 你真说他排击那么差 一把赢不了吗 也不是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啊 对老王有所表示 因为平时 趴活的时候 谁第一个走啊 谁最后一个走 这车的顺序怎么排 那是老王说了算的呀 张某呢 就想着 哎 这表示好了 老王高兴了 能照顾照顾他 可是 这张某钱输了不少 始终没得到老王的照顾 张某呢 心里就也很郁闷 案发前几个月 司机们呢 又在一块聚会 这张某呢 也喝的多了点 醉酒之后呢 跟其中一个司机啊 就吵起来了 发生了口角 这老王呢 非但没去劝架 反而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说 当时冲突的对象 不是老王 但老王这明显 有偏有像 小张对他的态度 就发生了转变 通过这件事之后啊 凡是在这个点 俩人碰上了 也就是属于 面子上过得去 对吧 点个头啊 打个招呼 也就这样了 心里边呢 对彼此啊 都不满意 咱们说的 那打架的事刚完 小张的麻烦又来了 九月份的时候 小张的车呢 被有关部门查扣了 因为一般跑拼车 好多呀 这手续啊 都不齐全 这就算是跑黑车 这小张就怀疑 应该是老王 给他举报的 那么这件事 是不是和老王 有关系呢 在调查中啊 民警呢 听到了一些议论 说平时吧 要是谁得罪老王了 或者说跟他有什么冲突 老王呢 就会在暗地里边 到相关部门去举报 这案子就发生在小张的车 被扣之后一个月 会不会是小张 心有不甘伺机报复呢 而且小张啊 熟悉老王的活动规律 所以嫌疑人才在大半夜的 等着老王的到来 但与此同时 民警也疑惑一点啊 嫌疑人准备的这么周密 应该就是要老王的性命 这小张之前虽然吃了点亏吧 不也就是被举报了吗 直当的就为这个雇凶杀人吗 警方对小张展开调查 同时也紧紧的盯住那名神秘乘客 因为从监控录像 还有小张的体貌特征来判断 明显不是一个人 那么这个神秘乘客到底是谁 通过视频追踪 发现呢 早上七点半的时候 有人来取走了那辆面包车 发现这个男的呢 是从某小区打车过来的 而且在早些时候 这个人还在外面 买了一个洗车的刷子 那老王那辆结达车 会不会就是让这个人开着 到了这个小区 藏在这了呢 实际上啊 这个小区里边 是一个大的公共停车场 特别大 西角嘎栏 大家都走了一遍 最后在一个最隐蔽的角落 发现了一辆车 没有牌照的灰色结达车 车里面有大量的血迹 这车里应该就是老王被害的第一现场 但是民警没有轻举妄动 这嫌疑人还没确定 嫌疑人就有可能会把车移走 甭管是说挪车还是要毁灭证据 反正啊 他最终肯定还会到这个车上来 所以民警决定对这个车进行蹲守 后来啊 果不其然 这嫌疑人呢 还真到这车来了 警方立刻就把他控制住 抓他的时候啊 这个人的兜里还有把匕首 手里就揣在兜里 攥着这匕首呢 30厘米长 非常的锋利 那么这人是谁呢 姓刘 也是一个拼车司机 这个刘某啊 在案发前后 经常出入一家医院 通过调阅这医院的监控录像 发现刘某呢 应该是在这陪床的 有直系亲属在住院 这就是为什么 他杀人抢车之后啊 没有开车外逃 这刘某呢 还是一个吸毒人员 几年之前呢 还因为贩毒被判过刑的 在监狱里边蹲了几年 服刑期满之后 一直没工作 这才当起了拼车司机 那他为什么要杀老王呢 他呀平时也是开一辆捷达 跑这拼车的活啊 跑黑活 这辆车是借钱买的 唯一的生计就是这辆车 可是这老王啊 之前对他进行过多次举报 这老刘呢 也交了不少罚款 再加上平时吸毒 入不敷出 最近呢 他母亲生病住院 又需要交医药费 只好把车卖了 可是车卖了以后 这钱还是不够开销 10月12号这天呢 这老刘呢 就打算去找老王要点钱 他说了 如果老王把钱给他 什么事也没有 要是不把钱给他 老刘也打定好了 我就杀了他 这老刘一上车呀 就跟老王摊牌了 老王立刻拒绝了他呀 嗨 这我过去手底下的老刘吗 对吧 我能怕他吗 这时候老刘掏出来匕首 朝着老王的脖子连筒两刀 随后啊 把老王直接从驾驶座 就抬到了后座上 他呢 从副驾驶挪到正驾驶 开车就走了 开着车来到了建安镇 找了个偏僻的地点 把老王的尸体呀 胡乱的用挤杆 就给埋起来了 然后在回程的路上 把老王的手机丢在了路边 抓刘某的时候 这刘某还说呢 我还有一件事没干呢 我就想着 把和我有恩怨的这些人 我全都杀了 最后你们再抓着我 我这也算是回本了 警方啊 正是在天网系统的辅助之下 同时呢 大胆的推理 精准的分析 只用了三天两夜 就把刘某抓获 如果没有及时抓住 可想而知 后面还会发生 更多的恶劣事件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给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